没有8点准时更新 我是真子 喜嘉宜又来咯 这次是去年5月份 曾经免费领过的 模拟人生4本体家DLC 假日庆祝包 目前模拟人生4在烂橘子的 美区现实免费领取 最次处需要美区科学上网 玩家只需要登陆EA的游戏商场 将网址遗名中的HKG改成USA 把模拟人生4标准版 添加到愿望单中 在前往网页左下角 投向菜单中的 我的愿望清单里 免费获取模拟人生4即可 而DLC假日庆祝包 则不需要科学上网 在港区就能直接添加到游戏库中 这次限免的原因可能是 EA财报中提到的 模拟人生4玩家量达到了2000万人 并且本月的PSN会员 限免游戏呢 也有模拟人生4 接下来呢 是一则临时公消息 今天下午一段时间 古剑奇谈123和神武幻想的合集捆绑包 应该是由于发行商工作人员的失误 本来4款已经新实际的游戏总价49元 再加上一个减82%的捆绑包折扣 结果只卖9元 如果你已经购买过该捆绑包的部分游戏 剩余的游戏的总价呢 也会减82% 比如我们的文案之前已经买过 古剑奇谈123 于是一块钱补了个神武幻想 当然他也不会去玩这个游戏 所以这次临时公价格最受影响的群体 应该是之前打折入手的喜佳一玩家 毕竟刚买不久就被被刺了 《神皇危机》的美剧 从去年年初开始就有消息爆出 今日广飞官网闪现 《神皇危机》剧集的简要介绍 后呢又被删除 但是有玩家通过专门保存网页快照的网站 找到了那段简要介绍 《神皇危机》剧集的剧情和之前爆料类似 属于游戏同一世界观下的原创剧情 电视剧背景设定在美国 马里兰州的克利尔菲尔德镇 这个小镇多年以来 一直处于三方势力的影响之下 系列中臭名昭著的保护伞公司 遗弃的格林武的避难所 以及华盛顿客区 在T病毒被发现后 经过了26年 这三个阵营 一直以来所隐藏的秘密 将会在T病毒首次在晚界爆发之后 开始曝光披露 根据之前的爆料信息 《神皇危机》去其最早将在2021年上半年发布 这一切呢 都要从一只编曲说起 今天Steam在线人数 峰值达到1910万人 其中有600万玩家正在游戏中 打破了上周Steam创造的 1880万在线峰值记录 并且这个数据呢 可能之后还会继续增加 另外根据微舍的数据 上周Steam销量最高的游戏是 大家对老朋友给他爱舞 二三四名呢 分别是大型资料片 冰原 坏大标客2 和类宝可梦游戏 Tim Tim 这次榜番中有两款游戏登场 分别是上上期视频中介绍过 刚出DLC的中史级开放世界角色扮演游戏 《十字碎片》 以及类暗黑坏神游戏 沃尔森破坏领主 即将结束抢先体验阶段 希望暗黑类游戏的玩家 可以体验下本作 这两天 龙珠斗士Z的官方赛事 刚刚结束了全球总决赛 在决赛后 就公布了龙珠斗士Z的 第三年计票的相关内容 第三年计票将包含五位新角色 目前只公布了 开佛拉和自在奇异宫悟空 两位新角色 开佛拉将于2月28日上线 作为悟空的第五个形态 自在奇异宫悟空呢 将于今年春季上线 具体日期未公布 另外宣传片还透露了 超赛武空和吉连 将会有特殊剧情 目前第三年计票 还未上架Steam 最后介绍一款 未上架的 单人生存动作游戏 游戏名看这里 本作预计 今年6月份 进入早期抢先体验阶段 本作的游戏背景 设定在 僵尸世界末日 玩家需要在有24小时天气变化的城市中 收集道具 制作武器和装备 在江山桃中 救出在各处躲藏的幸存者们 和他们一起建筑基地 并抵挡僵尸们的进攻 对末日生存感兴趣的玩家 可以变加下愿望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访问YXCCG 收买75折充值卡 和高折扣CDK的微电和微信小程序